香港時間清晨1點多左右 我在開show之前我講兩件事 第一 我差不多會遲下寫篇文 最有warning 沒有public subscription的三面口 你堅持留言的 我會請你出去 即時生效 我想這件事 我覺得 因為我看到這幾天的情況很清楚 講完這三面口之後 就沒有跟星期二 蔡明達 齊亞哥那些垃圾 有任何關係 香港01 現在剩下的就是壽司達那些混蛋 我想這件事 清晨之後 我猜這是對這裡的觀眾最大的得著 第二 哪一條人還在分享聯合報 中學時報 中天 我全都被吵咬你之外 我請他出去 這件事我也很清楚的 還有什麼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 國民黨都是反共的什麼 我不相信這件事 你支持國民黨的香港人不僅是手足 我先說明 尤其是黃毓民這條人 然後這個鄭鴨呢 繼續追擊他 繼續投訴他那些事情 這個鄭鴨真的會為台灣收皮嗎 好了 我清完一堆垃圾之後呢 這個是台灣有一個網媒的報導 然後呢 大家都猜 都應該會是 但是也只能夠這樣捐的 那麼台灣剛剛呢 就把 這個英式導彈 retire 因為英式導彈用了很久 英式導彈用了 五六十年 就算之前 中間有什麼upgrade都好 完全都已經是沒有辦法 連spare part也沒有 但是spare part也沒有 你不要說 在戰場上 你不能夠有妥善使用 實在說 這些沒有spare part的武器 你怎麼說 漁無必義會都不要這樣打 那麼台灣今年一月 元旦 連最後在 陸島的 部署的英式導彈都退役之後呢 那麼台灣的防空系統呢 就全部現代化 大致上 那麼跟著呢 就 現在有傳呢 就是呢 美國呢 就 這堆東西放在台灣 都不知道做什麼的 被燒衛 又不是 你以為燒衛 不如送去 因為烏克蘭 又發揮到戰力的 烏克蘭 西班牙捐的那堆英式導彈呢 被烏克蘭 是能夠截擊到部分的 那些無人機那些 有用的那些 你知道的 在烏克蘭的情況下 有多少彈藥 有多少彈藥 就燒多少 就算沒有零件 補充 沒有所謂 因為 總之你打到就行 總之 彈藥不嚴多 烏克蘭的情況下 現在就是彈藥不嚴多 但是因為 因為你對著我 我這樣瘋狂的國家 你只能夠就是 彈藥有多少得多少 那麼 現在就想著就 傳聞就說 美國 就不是直接由台灣捐給烏克蘭 是美國回購 這一批導彈 我們買回這批導彈 我猜順便會失錢給台灣 失錢給台灣 我猜 因為 譬如你那堆錢 都應該可以 買更多的軍備 或者送這些軍備 以物易物 什麼玩法都可以 這個世界 然後就將這些軍備 以後就經美國交給烏克蘭 那麼 這個做法 這個做法 對台灣 現在是一個軍事上 台灣就有利 但是呢 有些人就外交上質疑 這個credit 就不是烏克蘭 真的是台灣人 我 我又明白為什麼 台湖關係一定要經美國 因為你現在第一 還沒正式建交 第二呢 就是 在烏克蘭 某程度上 有 就是因為 這麼多的國家裡面 你現在 在G7 作出這個所謂的防衛保證之前 唯一 有 Black and White的防衛保證 那個國家 其實是 中國 那麼 在這個情況之下 烏克蘭 心底裡 當然很討厭中國 但是 現階段 就沒有必要 烏克蘭親自赤薄上陣的 老實說 這些 這些 不如由美國 借美國隻手去 將 在台灣手上的英式導彈 美國拿到手 美國 穿過 而且穿過 穿過 也有必要的 因為 你知道 如果台灣直接穿過 穿過 如果沒有美國駕駛 的話 就會有點危 中國一定會玩 我告訴你 你知道中國是俄國 民國始終的 但是 如果現在 譬如你現在 台灣 加給美國 那你美國 自己運的話 實際上中國 除非跟美國開戰 否則 它沒有這些人的 折 這一堆英式導彈 你想想 你要運這堆英式導彈 100% 保證安全 一定是經過 美國的 一個 由這個角度來講 你叫台灣自己運的話 就很容易 惹事心肺 所以 都合理的 這個 台烏關係的 那個中介 人現階段 都仍然需要美國做 因為 烏克蘭 某程度上 它的位置 這個不是習年司機 不想跟台灣交往 如果習年司機 不想跟台灣交往 習年司機 就不會將 透過國營 那個圖書出版公司 將他那些 講話 授權的 中文譯本 怎麼交給台灣出版 撲明義 出版 撲明義大派文化出版 對不對 你 從這個 你看到 習年司機 是很想跟台灣交往的 台灣也很想跟習年司機 有合作關係的 但是 現在現階段 老實說 雙方都有各自的困難 各自的難處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由英式導彈 那台灣國防部也說 我不出聲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共識 就是 除非那個 武器圈 否則就不出聲 都合理的 這個 都不出聲 不出聲 沒有所謂 一直不出聲 現在 台烏關係的 中介人 一定是美國 不用說 這個 好事 也 也不用擔心 烏克蘭不會 不敢在台灣 因為這堆導彈 寫著名 台灣 很多操作的 這堆導彈在台灣很多年 不是十年八年那些 但是幾十年的 古董 真的是古董 但是我認識到 真的是古董 但是我越戰的時候 它是 愛國者導彈之前 美國主要的 導彈防空系統 當然 美國就有很多 upgrade 它一步步 美國軍方那些 武器都是這樣的 它通常就是 就算原始的 版本 它會經過幾個 upgrade 有不同的 radar 或者是 fire control system 只不過 鷹式導彈 就一定要淘汰 原因是 不是打不到 還能打到 就是 在烏克蘭戰場上 我以為 打赤龍軍這樣消衛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 真的是最好的 因為 它那些radar的system radar 那些電子零件 Tronus Plus 沒有生產的 那些 停了產的 你這樣說的 你 刺針到達 你那些刺針 那些東西 大哥 標槍 那些標槍 刺針的 那些要 要恢復生產 但是很多 解到一鍋譜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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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零件 現在沒有的 現在是 怎樣的 要買過 有些 有些 可能用3D print 去替代 那些 老師傅 要叫回來 那些retired的 的員工 要叫回來 訓練那些年輕一代 怎樣去 就是在自動化 生產線 自動化之前 要重新 清掛 令到那些人可以 活動 很多東西 大哥 因為通常 武器這些東西 就是生產了一批 九個騷子 就完 你不會說 你不是槍械 槍械好些 槍械 有些武器 有些槍械 百多年 都是這個 設計 沒有改變的 就是已經 沒有可能有改變的 也不涉及 tronic pass 如果一涉及 tronic pass 就更加 因為這些電子零件 很多 不一定會繼續生產 因為 電子零件 只會越來越先進 有些 有些 晶體管 transistor 甚至是真空管 那些 暗翼族 你玩hifi 就玩增空管 你軍備 玩增空管 就不要玩 這些最好的方法是怎樣 打完消費 你不要說 那些核彈 那些 有些人說 為什麼用floppy 當然有些是re-ability的考驗 有些就是 他幾十年前的老系統 用floppy有什麼出奇 是不是 你不能說 那些 因為那些系統問題 那些是老系統 所以你說 那些軍備 那些 軍備老了 你為什麼有些 要同態 沒有spare pass 那些spare pass 你不是用現代的標準 你不能說 這是cost costing問題 這個 有一點就是 美國幫台灣 擴展外交 這個也是很明顯的 其實這件事 真正的重要就是 台灣那個外交 現在是美國幫它擴展 就是美國會幫台灣去 建立 跟烏克蘭之間的關係 就是 在這一段時間 台灣跟烏克蘭都不方便 directly 就是 你老實說 如果你現在 直接跟烏克蘭 跟台灣建交 那你還沒去到這麼挑機的地步 那如果你真的要去到這個地步 我相信你 你也要有美國guarantee 才行的 那現在就是 為什麼美國幫台灣去 promote 這些關係 OK 這些就是去不同國家的關係 就是 美國有影響的國家 那我就 我美國 就是為什麼 我就幫你promote 那個關係 那中國也沒有辦法 因為 你這些國家 你會得罪美國 不會的 那你比以前 台灣單打獨就很多 以前台灣就真是慘的 這些關係 美國都沒有什麼保護 甚至沒有 不要說保護 都沒有 跟著你 對著中國 中國是要無限 差不多無限的資源 跟他鬥的時候 台灣也是很慘的 還有 你還要記住 一件事情 是阿扁做總統的時候 阿扁做總統有他的問題 阿扁 阿扁始終是台灣 他沒有過牛過河 變成阿扁的眼界 是有限的 我可以跟你說 這個 是很大的缺失 阿扁 你說阿扁 阿扁有什麼問題 阿扁是厲害的 說真的 阿扁始終就是 他的眼界 只在台灣的島 他沒有海外的關係 也不知道 鬼鬼做事的習慣 所以他經常撞牌 但是你相比起蔡英文 蔡英文是英國讀書的 英國的doktor來的 不是 他整個團隊裡面 都是英國讀書的人 這個 差很遠的 這個 這個 所以現在沒事的 現在美國肯幫忙 推廣的關係 有什麼不好呢 好事 這個好事 就是有美國的幫忙 差很遠 這個 就是有美國的幫忙 就 是一回事 就是 就是 之後的 中國 就是如果中國要搞台灣的外交 搞 以後的對手就是美國 所以現在是見到的 就是中國欠到那些 外交那些 那些 那些新的建交國家 很多其實是怎樣 那些國家是 給那些corrupt政客 那些corrupt政客 美國也不妥他們的 不過那些是我錢而已 你看到紅都埃斯 現在就說 喂 喂 磅水啊 我要蓋鐵路啊 這樣 擺明是貪污啊 就是 你可能中國派工程師去蓋鐵路 但是那個擺明是corruption 這個是說的 這個 你中國有多少外匯可以 可以 afford 這些corruption 對不對 就是就算你中國人自己貪了一份 那那個 你也是 你二百億 我現在二百億 你中國自己的九半 可能過河十五十億 好嗎 你 紅都埃斯都肯定在吃一定的錢 對不對 有些人說 那你可以把紅都埃斯破產 紅都埃斯這麼近美國 如果到時候政府突然說 我現在 我改回 承認台灣親美 你這樣 賣賬 你咬他嗎 你咬他嗎 美國可能就受疑 你叫賬吧 你回來沒問題 你叫中國賬可以的 你說我不幫你找數 但是我做你餐腰 我怎麼鼓勵你走數 這些東西美國做不出嗎 因為你習近平那個 當初他挖別人的外交關係是惡意來的 惡意行為 惡意行為 他已經預料了 如果人家一定會搞的 不用說的 所以這個是 這件事的重要性 一個就是 美國會幫台灣拓展 他的外交空間 這個跟以往很不同 當然我有一個前提 就是總統一定要繼續民進黨 所以要支持艾清德 就是這樣 我也建議香港的 在台灣的香港人 如果有投票權的 支持艾清德 柯文哲就是混蛋 柯文哲不用說 柯文哲 然後他說侯友宜 那些中華民國家 你不要聽黃毓民那些人說 黃毓民這個人究竟是忠於台灣 還是忠於中國共產黨 我極有懷疑 這個人不是反共的 因為 對於好像這些 族國民 那些所謂高級外省人來說 他寧願 中華民國亡於共產黨 都不會被台灣本省人執政 這幫真的是人渣 這幫 這些人是人渣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都覺得 就是 如果去到台灣的香港人 如果你是去幫國民黨那些 我會建議台灣政府 趕這些人回香港 你幫中國共產黨入侵台灣 你這些是手足 你老美的 你 這件事我講得很清楚 這件事我也講得很難的 你不要說什麼 什麼 國民黨 反共 吃屎 你說真理反共那些 譬如你說 于北辰少將 或者李正浩那些 沒事的 他們都自己 投錄 他們都 沒得不投錄 國民黨 整班都是屎 藍白都是屎 就這麼簡單 然後 這次那個小牛 你說 捐英式導彈 有一件事 就是 外交關係 固然會拿到 score 那 有些 軍事人 台灣的軍事人 說其實應該 我教雲炮 去捐 雲炮 其實如果 不是沒有了美國 我不知道美國能不能幫忙 如果美國能幫忙 就好 捐雲炮 然後 烏克蘭的軍隊 過來台灣受訓 當然 純粹說 要運炮 因為 你說烏克蘭的軍事 在台灣受訓期間 有些 他可以 當然要坐視安排 他可以提供一些 他們在戰場上的一些實戰經驗 給台灣軍方 那些年輕將領 就是港德英文的將領 不要被黃暴那班 當然 黃暴那班 真的很厭 很厭惡性 他們那些經驗的交流 這個是對台灣很有用的 因為你知道 烏克蘭的搞六基戰場 是這樣的 另一方面 就是因為台灣的 雲炮 裝甲車 沒有試過打 在戰場打 不知道那些參數 其實這次 西方捐武器 因為 致以此大戰 沒有這麼大規模的戰鬥 很多 戰爭參數 很多參數不用 現在知道 有些武器 是經過驗證 是OK的 譬如炮2 或者M2 M2裝甲車 有些武器 不是很好 有些武器 譬如彈簧刀300 如果彈簧刀300 很明顯就不行 彈簧刀300 彈簧刀600 就勉強可以 彈簧刀300 完全不能 說得很嚴重 但實際上 實際上 戰場不行 那就撿過了 是這樣的 或者譬如說 愛國者導彈 超乎預期 是不是 Hypersonic weapon 都可以照樣擊落 是不是 外國 當然那個是魔鬼 烏克蘭班 有些什麼 走去 改了人的參數 是不是 原來 原來 改了參數 就可以擊 Russian 武器 美國 你這些 有些事情 真的打過才知道 就是 例如 雲炮裝甲車 都不行 例如幾架過去 試一下 可不可以 在烏克蘭的 實戰戰場 有什麼 得著 有什麼 可以改善 生存 可不可以提高 當然是好的 當然 但是 這個要美國肯幫忙 才行 美國未必肯幫忙 這個 這個就比較敏感 但是你說 或者 由鷹式導彈 這個合作關係 開始 再 進一步 都不遲 因為 鷹式導彈 移交 就不會涉及 原則上 就不會涉及台灣 和烏克蘭之間的 一些 軍方的 direct contact 應該是 因為 因為 美國買了 武器 而且這些本來 是美國的武器 本來 你台灣軍隊 都是 給美軍試試的 要美軍考試的 要 用鷹式導彈表現最好 都是試試得最好的 那個表現 是台灣的 台灣軍方那樣 但是 你說 去到 交換 即捐雲炮 裝甲車 這個 第二步 我想 是可能 因為那個 會涉及 台湖之間 軍方的 直接交流 那個 就要美國 要這樣一想 美國 可能 美國軍方 可能有他的 hesitation 因為 現在其實都 緊張的 中美之間都緊張的 隨時 見北老章 隨時開了片都不緊支 你記住這件事 你還在香港住的話 其實是很危險的 中美 隨時拆槍就火 開了片 意外開了片 不緊支 誤判misjustment 這些事情 有很多人說的 我不是和他開玩笑 現在是有這個風險 不是沒有的 這個風險是存在的 但是 這件事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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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好像是有些動作在做的 開始 這些外交動作 是一步步的 我都是那句 飯是一口口吃的 維棋是一個個氣 攻過去的 所以說昨天 我只是用維棋 我是挑機的 維棋 大哥 那個擺明是怎樣的 那些 你知德國很多都維棋 因為這裡是架子的影響 你捉維棋 是一個個氣 一目目地打的 你捉維棋就知道 一目目地打的 還有一個總體宏觀戰 我不是一個戰場 決定一個勝負 是總體宏觀去決勝 OK 好了 這一集找到這裡 下一集 講香港ETO 今天香港時間 接近清晨